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云计算学院,我是西瓜田老师 好,本次课呢,继续给大家呢,分享这个原码 OK,那么现在,上次呢,说了这个文档,对吧 这个文档其实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第一,是为了那个ADDoc 那个官,就是说呢,帮助文档去显示内容了 还有一个什么呢,是为了什么,获取这个变量的 变量的这个K的,这些都是有效的,这些选项 我们后边的他都会用,都会处理的啊,这个都会处理的 所以说这里边不能乱写,一定要遵守规则 我们后边会说,真正开发之前呢,我们会说 原本分析过后呢,会说这个,如何开发一个插件 开发插件的规范,OK吧,好,我们继续往下边看 这个,这个就很简单了,导入OS模块,TAM模块 还有JSON模块,OK吧 这个肯定是他用于记录时间的,这个是用于处理这个 精神数据的,那这个就是系统的一个模块啊 咱前面是讲过的啊 OK,那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内置的一个工具啊 工具,一些模块和函数啊 这是转观是BIS的,这个是什么 我们一看应该都知道,就是说安全的创建一个什么 流径的,创建文件夹的啊 DRS,对吧,make DRS啊 SOF是吗,SOF是不是就安全啊,安全创建不住了 那其他这些呢,我们都不用管啊,最重要你要知道这个,叫callback base 那所有的插件都需要继承,呃 这个这里边啊,他是没有这个选项的,没有这些东西的,没有这个插件的啊 所以你必须什么,设置ASB log path 或者一个环境变量,这个 然后呢,进行生效 环境变量或者什么log path在什么 默认的这个section里边去定义它 没有这个东西啊,1.2之前的版本没有,或者更早的啊 好,意思是你需要用 你要想记录日志呢,你需要用这种方式 好,这个不重要啊,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其实就是这一个类了啊 就这一个类了啊 好 就是就是下边这个真正这个插件这个类 注意这个插件呢 名字啊,所有的插件名字 它里边的这个写来这个类,插件这个类都叫这个名字 都叫,统一都叫这个名字,好吗 名字不变 那如何区分插件名称呢 一个是你保存着这种文件名 然后呢,和什么 和这里边 文件名要和这个一致 那文件名就是这个点加上py 加上点py就请了,好吧 这要一致啊,要一致 好,那统一不管你 写了多少个callback插件 都叫这个名字,这个类名字都一样 并且都继承这个callback base 这个基础的类 好,这里是呢,面向对象的东西啊 面向对象的东西 那为了说这个继承这个事呢 我给大家呢,来稍微说一下这个事啊 说一下 好,那首先我们 我们把这个呢 来一个 这个 这里是吧 好,OK 那么现在 呃,好 直接打开python啊 那这是 这是一个类 比如说 class 就是可以定一个类 这就是面向对象 这个类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物以群分 人以类居 对吧 比如说苹果 是属于什么类啊 都属于水果吧 那为什么有水果啊 就是水果还有哪些呢 是不是啊 还有香蕉橘子这等等等等啊 那你怎么去分辨它们呢 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要有共同的属性 或者共同的一些特征啊 比如说都是什么 含有丰富的这个营养价值啊 丰富的营养价值 OK吧 好,那比如说我们定义这样一个类 类名呢 咱可以自定义写 就像定义一个函数一样 那比如说定义一个A这个类 然后之后呢 你写一个冒号 然后呢 你在这边写 空格中写一个函数 OK吧 C 然后随便写 那这里边写的都得要写一个self OK吧 这是固定格式 你先不用管它是干什么 咱这里 主要给你简单一下 这个继承和这个类的事 OK吧 那比如说我们 这里去打印一行信息 随便打印 当然这个python2 其实根本就不用加小瓜 对吧 我们加了也没事啊 好,Hello OK吗 好,就这么简单 那就这么简单 这是一个类 那我还可以再定义一个类 class 之后呢 b 那现在呢 我定义这个类时候呢 我写个小括号 我再写个a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定义这个类 会继承这个类 那继承有什么效果呢 这个类里边的有一些方法 属性呢 它都会有 它都会有 OK吗 它都会有 好 那为了去很好的演示呢 我把这个a这个类啊 再定义一下啊 定义合适的 cla lss 那比如说这个a这个类 冒号 在这里呢 我可以写一下 比如说city 城市 对吧 等上一个 比如说 呃 就北京吧 呃 北京 OK吧 这是叫做类的一个属性 数据属性 下面叫类的什么 函数啊 这函数啊 其实就叫这个方法啊 叫方法 然后呢 我们 c 就用的print 嗯 print hello 可以吧 好 那再定一个 再定一个什么呢 再定一个函数 然后比如说我们 呃 呃 sum 算一个加法 可以吧 呃 那么加法之后 也是self 可以吧 好 算加法之后呢 我们可以传一些参数啊 传一些参数 传什么参数啊 比如传一个x 呃 sum就是 求和啊 好 传一个加法 然后xy 那我们就干什么 print一下是吧 print啊 我x 加y 是不是就可以了 OK 那这是一个呢 cla ss la ss 那b 之后呢 此时我们继承这个 呃 继承这个a 之后呢 冒号之后呢 1234 我们不想要写任何东西了 你直接可以写一个 pass OK吧 好 此时我们看 这个我们多写了一个s啊 多写了s 此时报错了 是吧 此时 好 那现在没问题了 对吧 好 之后呢 我们怎么去用它呢 就是说我通过 就是这个类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图纸 那你可以按照这个图纸造汽车或者造什么 如果这个图纸是什么图纸啊 是一个盖房子图纸 房子的图纸 那就干什么 你可以按照这个图纸建一个房子是吧 建房子怎么建呢 类名加小块就可以了 这个叫做 叫做创建一个实例 啊 实例 实际的例子啊 实例 就是15 实际的东西啊 实例 OK啊 这个OK 好 那么比如说OBG OBG1 OBG1 就行了 就行了 好 那这是我们创建一个对象叫做啊 对象 那这个也可以叫做一个类的一个实例 好吗 反正一切的对象嘛 呃 掉它的里边的 这个属性怎么掉呢 掉C 你会发现B里边并没有定义 对吧 单身A是不是定义了 但是B呢 是继承了A 那就好像我们这个就是现实过程什么 父亲有的东西 如果你继承下来 你是不是也应该有啊 对吧 一个父亲拥有的财人 儿子继承了 他是不是也有啊 那所以这个 这个类 对于这个B类来说 叫做子类 叫做 sorry 叫做负类 叫B的负类 那B对于A来说呢 它是A的子类而已啊 那坏点说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 超类 其实没有子类什么 这一说啊 这种说法不多 所以说 超类或者负类 超类和负类是一个概念 都是指的A 那相对于B来说的 好吧 好 那么SAT之后 你会发现 这是不是有啊 那照样SAT什么 SAT的这个C 加小块 注意这个方法是要加小块 它是一个函数是吧 好 那是不是打印哈喽啊 当然这个SUM SUM的时候 但是它是不是要 要要参数的 其实这个本质 是不是三个位置参数 这个参数呢 会给你自动添加 那不用关心这个 你需要添加这两个参数就行了 所以你调书上呢 比如说 3加5 然后呢 就是8 OK吧 就是8 好 那这就是一个继承了 那还有继承 比如说我们再定一个 CLA SS C这个类 我们一般类名呢 第一个字母都是什么 类名的单词的 类名单词 第一个字母都大小的 C这个类 那我也继承了一个V 可以吗 我继承V的时候呢 我 OK 我定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DEF C这个类 这个函数 我也写一个这样函数 Self 并且呢 我给他打印不一样的东西 意思是 我什么呢 我的函数名 和这个A的函数名 是一样的 但是我里边逻辑 执行的逻辑不一样 可以吗 比如说A 然后说Word 打印Word 我们随便写一个逻辑 对不对 好 那别的不写了 我们就是C 等上一个大C 这样的 C点 比如说C OK 那是不是他 我们都同样的 虽然继承他 但都同样调用了 这个方法 我们干什么 是不是 这个方法 那我们重写了 叫做 我们是不是意思 把这个函数重写了一下 对吧 函数题重新实现一下 那这叫做 面向对象的一个重写 这其中的一个特性 三大特性 继承 一个继承 一个什么 方法 一个重写 这个 好 那还有什么 比如说接口 什么 这类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 简单的 来说了一下 继承 简单说了一下 继承 这里呢 你不需要 知道太多 你最主要知道什么 我们当你 当你 看到这个class的时候 你知道 它是在定一个类 当你看到 这样一个形式 小块里边 有一个这个时候的 你就知道 这个类是 继承了这个类 这个类 原来有一些 方法和属性的 这些方法和属性 它这个类 写不写都会有 如果你写了 还可以跟什么 给它一个干什么 给它重写了 有些方法属性 还可以给它重写 OK吗 啊 好 你就要知道 这个就行了 那么再来看这个 我们点开这个 你会发现 这是我们写了 callback model 那这个名字 也是固定 但是它继承了这个 它这里边 一个是重写了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添加的 也可以添加新的东西 好吗 这些都是添加新的 好吗 这呢 就是默认的 默认的啊 OK 那这里边也是默认的 我们不管它 OK吗 那我们可以 其实也可以看看 这个圆板啊 这圆板 你也可以看到的 啊 这个圆板 这圆板在哪呢 我们来找一下啊 来找一下这个圆板 OK 那我们看 这个现在 时间还够 OK 那我们找一下圆板 我告诉你 怎么找圆板啊 那现在呢 我们切换在这个 这个上啊 不用切换 这个也一样 好吧 好 退出之后呢 我们看 我们不行 我这个机器不是exable 那还得找这个机器啊 那我们退出之后呢 我这里 PIP 我们 你我建议 你用PIP 安装一下 什么 ipython 当然 可能会有依赖 你去解决一下 就行了 那我这里 是不是已经安装过了 安装过了啊 好 那PIP怎么安装呢 我们之前课中 是不是教过啊 叫PIP install Python 2-PIP 这个包 是安装PIP的啊 是安装PIP的啊 OK 这是安装PIP的 看到没有 我们也可以用 我现在可以用这个方法 你不能用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看 比如说 YUM Pri Viders 对吧 然后呢 PIP PIP OK 你他就会找到目前仓库里边 你配置好的这个仓库里边 哪个软件包 有这个文件 是不是就这个 你去安装一下就行了 好吧 你复制粘贴 要么你得到这个名字就行了 啊 就从这 不要复制版本号 就从这复制 好看 好 这是安装这个包 安装完之后 你就可以用PIP 安装IPython了 安装IPython之后呢 你可以敲IPython 你可以直接从那导入 from isable 看见吗 敲这部件都会有 isable 然后呢 DR 啊 plugin plugin 这是不是叫插件啊 plugin OK吧 好 import 一个叫做base的东西 我看有没有 sorry 应该还要callback了 是吧 plugin是一个包 callback 对吧 好 import的base 还是callback的base 好 这里边是不是有callback的base 你导入一下 然后你输入两个问号 之后呢 把这个导入了这个东西 一敲 敲完之后呢 就能呈现到原码 你就能看到它了 看到 这就是这个原码 啊 这就是原码 当然你说这个东西 我能不能直接看到 它文件啊 当然能了 你看这里是不是都是啊 啊 这是 这些都是啊 好 那你当然了 怎么能的 uncur对出啊 这给你提示你了 啊 回车继续 然后按q退出啊 uncur 退出之后呢 呃 我们这样 我们是不是从这导入了这个包啊 那其实我们知道 好 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执行命令啊 我们之前说过appson 对吧 好 执行命令 比如我们知道 之前是不是这个好多模块都在user label下的啊 我们查看那个log place 呃 那个插件是不是在这儿 叫python 2.7 有个set是吧 set plug 然后还有asbo对吧 asbo里边是不是有个plug plugin的 然后呢 这里边说有callback 呃 back ok吧 好 这里都是所有的什么模块 那当然这里有 肯定有callback的 有这个有base啊 那callback应该有个ca ok 那这里我告诉你 它是 这个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包是吧 这里是不是都是它模块啊 你会发现这里并没有叫callback的一个模块 对吧 它是一个类 对吧 我们的callback是一个类 不是模块 那这个类为什么能在这个包里啊 我们是讲那个模块和包是不是知道了 知道这个 它是不是应该在mit这里边啊 哎 它应该在这呢啊 好 那我们怎么去拿到的呢 那我们可以 vi一下的 我们感叹号vim 之后呢 在这里找 其实你看 那里面其实每个模块都有这种兼容性的 这种 适应python2python3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现在继续找找找找找找 我继续找啊 好 这是不是一个callback的base啊 这就是它什么呀 它是一个插件 它其实又继承了isbo的plugin是吧 这个我们不管了 我们只看这个就行了 它这边写了好多 最重要里边 那set option和get option是不是都有啊 set option get option都有啊 都有啊 还有set啊 什么options啊 这是就是说来获取干什么 获取插件那些选项和设置插件选项的 啊 ok吧 好 这些其他我们不管的啊 我们不管的 我们只关心我们可能去给用到的东西 用到东西就后边 好 那哪些东西呢 像这些东西啊 这些方法 看见没有 主要是从这开始 这些方法都叫做事件 什么叫事件 注意他这是什么啥也没实现呀 直接弄了pass啥也没干呀 所以我们要可以用他啊 如果你去实现了 他就会自动调用的 好吧 自动调用的 这些都会 其实都会调用 什么时候调用呢 这个什么 运行失败 runner on filter 就是失败时候会执行这个函数 好吧 那还有什么 ok的时候 运行ok的时候会执行这个 还有什么 如果跳过了 会执行这个 如果 主机不可达了 会执行这个 ok吧 好 如果在某个host的 没有主机 那会执行这个 当然还有什么 一步的 一步ok的 一步失败的 一大堆 ok吧 一大堆 那还有什么 playbook状态 这是playbook 这前面是adhawk那种 runner 好 playbook什么 nosefire 什么这些啊 这些没有主机匹配啊 什么这 这些等等等等 等等 好 那还有一些什么呀 还有一些这些的 还有下边这个 这个vi开头的 什么意思 vi开头的方法 是什么 默认是吧 他会调v1 ok吗 默认会调v1 这为了去兼容v1 什么叫v1 v2啊 就是ansable呢 有一个大的分水领 比如ansable 2.0之前 或者1.9和1.9之前呢 算一个大的分水领 那v2掉在什么 就是指ansable的2.x版本 什么叫2.x 2.0 2.1 2.2 2.3 2.4 一直到目前最新的2.9 都属于v2的版本 v2版本 只要是你如果想写一个差价 这种复写之后呢 你只想适应于 你只想要ansable的v2版本 使用 那你就干什么 你就只写 把这些函数重写一下就行了 其他这个呢 不写 这是兼容v1.9版本的 好 其实你会发现呢 他这里边默认的是吗 你知道掉他的默认是吗 都掉了self.0 only on any self这个东西 self这个东西 其实就掉了这些 on any 这个是吧 不管是怎么 反正self这些呢 都是掉了1 都是掉了他来的一个方法 在内部可以掉啊 在内部可以掉用 好 那 大概其实就是这个 我只剩让你能看到什么 这种继承 这种继承 为什么会多一些这个函数 我们为什么写在这个函数 重写之后就能获得的结果 就能进行处理 OK吧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这个道理 好 那OK 那 这叫原本分析的一部分啊 原本分析一部分 OK 那这次课呢 先讲到这儿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